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局长都被他拉下马 西部地检的同事也得小心点了 黄石木丝毫不留情面 碰杯后就把酒放下 他是开车来的 开车不喝酒 喝酒不开车 另一面 韩永珍和李章俊妻子也针锋相对 护士看到他去找佳英了 可妻子却失口否认 他很好奇 现在警察是怎么办事的 连医院的监控都不看 就跑来找他 韩永珍谎称已经看过监控 妻子知道韩永珍是在吓唬他 那种东西怎么会留下呢 又不是什么外行 他们却看望女儿 却半路折回 妻子说是因为委任状的事才回来的 等救人仪式结束后 就重新出发 可韩永珍学不这么认为 妻子跟一个重大案件有关 短期内不能出国 出国禁止令 很快就会下来 妻子觉得非常快笑 竟然把他当作嫌疑人 与此同时 西部地检的人拜访结束 李章俊接通局长的电话 看来那个礼物还是有效果的 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局长在地下停车场等他 黄鼠梦准备给颖阁长安排完任务再走 没想到无意中发现 李章俊跟局长秘密会面 局长非常郁闷 他俩有40年的交情了 出事后 李章俊竟然这样对他 李章俊也没办法 做出这种事 还有脸说什么40年交情 现在说这些没什么意义 局长的目的是让李章俊救他 现在风头这么紧 李章俊也不敢乱来 只能闭上嘴巴 安静地递交辞呈 等风头过去再想办法 不过还有个事 得把佳音的嘴封上 万一佳音先开口 李章俊也没办法了 黄神木目睹一切 看来得尽快逮捕局长 不然就没机会了 另一边 李章俊妻子有一柜子的药 他可能精神上有问题 喝完药后 他又想起医院那晚的事 他那天去找佳音 瞧的是 局长也来了 电话就是局长动了手脚 他立刻躲起来 没想到局长竟然拔掉了佳音的呼吸器 然后把枕头死死地按在佳音脸上 难怪他说韩如真开天没看过监控 为了那天去找佳音的人 不止他一个 与此同时 李允范收到女儿被禁止出国的消息 法国官怕李允范生气 所以先把申请书拿来 让李允范过目 李允范非常不爽 黄神木正是在逼他动手 韩如真和小张被叫回警局 组长把他们训了一顿 再怎么说 都是一个单位的 要搞局长好歹提前通知一声 就这么不声不响地干掉局长 很爽吗 尤其是韩如真 还亲自审问局长 传出去了让别人怎么看 组长还没训完 韩如真收到消息 准备离开 组长被气得无话可说 韩如真让小张去找金赛秀 要医院的监控 佳音受伤了 他得去看看 金赛秀这家伙 躲在旁边偷听 韩如真去找佳音 这是个机会 他立刻向局长汇报这件事 另一边 徐东仔去见李允范 在这之前 他得知道李章俊妻子 为什么会被禁止出国 不然凭什么让李允范相信他 黄神木告诉他 李章俊妻子是杀人爱的嫌疑人 徐东仔把这件事 汇报给李允范 顺便再说两句 黄神木的坏话 过去李允范的信任 这时 李章俊来了 徐东仔跟李允范 扯上关系 是他没想到的 李允范让徐东仔先撤 没走时 李章俊让徐东仔 在外面等他 李允范把女婿 跑上首席秘书官的位置 当然是有目的的 他可是个商人 针对韩祖集团的税务调查 被李章俊一句话叫停 但他光顾着忙这些事 连妻子被禁止出国都不知道 而且禁止出国的理由 还是杀人嫌疑 他对黄神木的评价 只有四个字 不知好歹 李允范为了 见见女婿就任 准备搞点大事 光是接下来要谈的事 就价值一兆 绝对不能被黄神木察觉 李章俊要去打个电话 他的表现 让李允范有点不解 妻子杀人 杀了谁 为什么杀 竟然问都不问 李章俊到底在想什么 或许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让徐童仔跟着他干 但以后 不能出现在韩祖集团周围 尤其是李允范身边 打发走徐童仔 他们准备去谈那一兆的生意 徐童仔贼精贼精的 一看这阵仗 就知道事情不简单 不跟上去看看 他就不叫徐童仔了 另一边 韩如珍来到医院 金三秀就在后面跟着 找到佳英后 金三秀准备抢人 局长在楼下等着着急 电话又打不通 只能亲自上去看看了 现在是二对一 金三秀拦住韩如珍 让局长把佳英带走 韩如珍被激怒 直接一拳撂到金三秀 黄石木在监控里 寻找局长的身影 看样子是要去天台 搞定金三秀后 韩如珍也赶去支援 局长把佳英带到天台 他也不想伤害佳英 想要多少钱都可以 只要说不认识他就行 看在以前每周都见面的分上 没有感情也有肉情啊 这时黄石木赶到 局长想跑 可另一边是韩如珍 他已经走投无路 龙山警局的人赶到 是到如今 他们也得知道真相 领合掌带着真佳英出现 刚刚那个是假的 黄石木问佳英 每周都去见的那个男人是谁 他在不在现场 佳英环顾四周 将目光锁定在局长身上 他缓缓抬起手 指向局长 面对被害人亲自执政 组长无奈之下 以为反青少年保护法 逮捕局长 体证无删 这次没人再帮局长说话 为了避免尴尬 局长不会被关在 龙山警局的拘留所 西部地检的大门 为他敞开 另一边 李章俊他们来到一个偏僻的地方 毕竟是一兆的生意 必须谨慎点 与此同时 韩如珍正在局长办公室 寻找医院的监控 局长的罪名被实锤 组长对韩如珍的态度 也发生改变 黄石木把局长送到西部地检 部长也很头疼 人家好歹是个现任局长 黄石木招呼都不打 就在大庭广众之下 把人现场逮捕 不留一点情面 黄石木也没办法 局长背后有人 不这样做的话 人早都跑了 部长亲自接待局长 局长只有一个请求 打个电话 他向李章俊求助 可没想到 李章俊让他闭上嘴 一个人安静地离开 不然的话 局长的家人也得跟着遭殃 另一边 黄石木他们来医院看望珍英 有些事得让珍英确认一下 黄石木拿出李章俊的照片 看珍英的反应 已经想起李章俊是谁了 但两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珍英不知道是想不起来 还是不想说 珍英妈妈让黄石木 不要逼得太紧 今天在尹科长的车里 还惊暖过 临走时 珍英突然想起了什么 但微弱的声音 让人很难分辨 他究竟想说什么 他用尽浑身力气 写下了零七 看上去已经精疲力尽 今天只能先到这里了 临走时 珍英突然说 冷 而给他盖壁子时 他却在反抗 黄石木留意了一下 屋里的温度 28度 一个人在28度的环境下 会觉得冷吗 而且那个零七 到底是什么意思 电话号码还是车牌号码 另一边 李章俊醉醺醺醺的回家 李云范问女儿 到底犯了什么事 她总得知道真相 才能帮女儿善后 不过女儿到底做了什么 她心里一清二楚 不就是想杀了那个珍英吗 珍英跟李章俊也不清不楚 不过李云范 是不会让她轻易到台的 好不容易才把她送进官场 本还没老回来 本人搞下台 李云范就陪到姥姥家了 李章俊妻子 虽然嘴上说着不在乎珍英 但老公身边 李章俊突然向妻子道歉 妻子顺势问道 做了什么对不起她的事 可李章俊已经进入梦乡 这样也好 万一答案她接受不了 最后受伤的还是她 与此同时 特检小组正在分析珍英的事 她在医院被人摘掉呼吸器 当时还删了一出杀人未遂事件 还有人去找过李章俊妻子 看她的反应 好像在病房里还看到了什么人 而且也知道是谁小伙来监控 她当时还说对方不是什么外行 拿走监控的是金赞秀 当时以为她是想找佳英被谁转移了 现在看来是为了销毁监控 不过金赞秀顶头是打杂的 还没到那个级别 唯一的可能就是局长了 局长不是外行 也有能销毁证据的职位 小张有点不爽 为什么一直针对他们龙山警局 徐东仔收受货率的罪名已经坐实 人却一直在外面逍遥自在 凭什么不动检察官 一直动他们警察 小张一怒之下 离开特检 她当时还帮局长复制了一份监控录像 小张的离开虽然有点可惜 但也只能可惜着了 大家都忙着分析 佳英说的零七是什么意思 黄生木他们离开医院后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出了很多汗 佳英还说过一句 潮湿 零七 冷 潮湿 到底指的是什么 他们之间也有什么联系呢 第二天 黄生木跟徐东仔会面 徐东仔即将去辅助李张俊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消息 李宇范准备搞事情 首席秘书官李张俊 韩祖集团李宇范 隔班集团赵会长 还有一个人 是徐东仔做梦都没想到的 国防部部长 另外一个人徐东仔不认识 这个阵容足够豪豪 肯定是在密谋什么大事 徐东仔不认识的那个人 是松山集团的会长 李张俊在西部地检的时候 徐东仔就一直辅佐他 现在当上了首席秘书 又把徐东仔找来 李张俊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仅仅是不想让徐东仔接近李宇范 怕他在岳父面前乱说话吗 佳英秀突然来找李张俊 他直接冲进办公室 他父亲的再审申请被驳回 能做到这件事的人 只有李张俊 为了还父亲清白 他这三年没睡过一个安稳觉 好不容易等来机会 却被无情地驳回 可李张俊却不承认 这件事是他做的 他也懒得大力永恩秀 永恩秀被赶出办公室 他再也控制不住 坐在门口哭了起来 李张俊打来电话 嫌门口太吵 永恩秀擦干眼泪 头也不回地离开 而他刚走 李宇范就来了 这么看来 好像并不是嫌永恩秀丑 而是怕被岳父看到 李宇范来找李张俊肯定有事 许冲仔怎么会错过这种机会 他把手机设置好录音 主动进去送茶 然后趁机把手机放在沙发下面 等他走后 李宇范拿出手机 李张俊也拿出手机 放在一旁 然后打开音响 防止被窃听 看来他们要谈的事 不简单啊 竟然如此谨慎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千房万房 家贼单房 许冲仔的手机 录下了他们的谈话内容 他们准备做武器生意 这的内容有点敏感 大概意思就是 A准备引进一批武器 只要贵的 先进的 他们准备从B拿进一批地摊货 然后换个商标 弄成奢侈品 简单点说 就是中间商赚差价 那边 黄神木准备去朴武城家一趟 嘉莹当时说的冷和潮湿 可能是指他被囚禁的地方 之前在地下停车场的时候 还惊乱过 所以黄神木想到了朴武城家的地下室 地下室又冷又潮湿 完全符合嘉莹的说法 嘉莹又梦到了他被绑架的那晚 难道他真的被囚禁在朴武城家的地下室吗 好了就说到这吧 秘密森林第十一集的故事 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灯灯 喜欢的话记得关注我 我们下期见